在泰国曼谷登上飞机后,这架机都不是太满,这班机人直接去哈克斯坦 这里就是哈克斯坦的机场,不是太大,我那个司机来接了我,然后上了他的车 然后接着这个机场,一边开出去,看到的环境也是比较压一些 这个司机要是他不会讲英文,变了来说我们的沟通就要用这个关系的沟通 我讲英文,翻译成为他当地的语言,他再讲当地的语言 我看回那个节目,听回他的事情,知道什么 这里就是他由机场开出去,一路去 因为我的酒店是在市中心的外园,鄰近这些山区 出到这里,就开始看到这个山了 因为这个阿拉木屋是一片山这样去环境 他那个环境来说,再前一点就有一个大山 那后面就跟着那个大山,大山之后就触到他们的首都来 看到这里也有点像是这个市中心 但是因为我去的时间来说,都去到四点多五点了 开始是一个发现,也有塞车的现象 而看他附近的那些环境,其实我觉得都像这个阿拉木屋 因为你看到这些船都开始又黄又绒又红 沿途都没有什么人走,因为这个是山区 你看到这边,这边就是那个酒店附近的山区 那么快就去酒店附近了 这间就是阿拉木屋的酒店附近的山区 那酒店来说,比较淡一点 你看到就好像比较淡一点 那这里就是在那个天台旺,周围多环境的厅 那它是被山包围着的,那这里是那个餐厅 那这里看到呢,就是那边那个包围 那这个就是我那个酒店店间的外围 还有 看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